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光光的產品 第一樣要說的產品就是Baptiste的Dry Sampoule 這支其實是我已經用第三支 我用了兩支這個味道 另外一支就是粉紅色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用它呢 因為我覺得Dry Sampoule實在太方便了 我的頭是很容易吹油的人 其實晚上洗完頭 其實早上我就不會洗頭 因為早上趕時間出門 所以就懶惰了 因為它可以令你的頭髮乾爽一點 所以造型都可以保持久一點 而好處就是它有機會令你噴出來 它是白色的粉末 令你的頭髮好像黏了白色的粉 總括來說我都很喜歡用這一支 而我也買了另外一支Dulf的這一支 這一支就難買一點 我在外國購買回來 我是很不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它是太香了 它香到我會有一點鼻敏感 噴出來就沒有那麼容易白色一塊塊的 那這個就是它優勝的地方 而我自己不喜歡的實在是覺得它太香了 噴出來會令我聞到鼻子不太舒服 要閉氣才可以噴的這一支 這一支我已經用了兩支 而Baptiste這支我是用第三支 那如果兩者去做一個比較 其實兩支都很好 但是我會選會求Baptiste這支 因為是容易買的 而且那個香味我真的很喜歡 Baptiste的花水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它呢 因為它是有我很喜歡很喜歡很香的玫瑰花味 之後就是我很喜歡它是一個很水的狀態 但是呢做到一個很保濕的效果 如果你平時皮膚很乾 想做一些濕敷 單單用這一支花水已經做到一個很好的保濕效果 那不需要再加其他精華液 但是如果你是很乾的話 都可以再加其他的精華液去加強保濕效果 不過我真的覺得單用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這一支已經是我用第三支的玫瑰花水 而芬衣草的花水呢 我都已經剛剛用完一支了 芬衣草和玫瑰花 我是比較喜歡玫瑰花 因為玫瑰花呢 是比較保濕 還有滋潤 而芬衣草呢 就是適合一些 如果你本身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出暗瘡 還有出油的話 芬衣草就可以做到少少控油 保濕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我都聽過有人用玫瑰花水 是會有些爆瘡的情況 但是真的比較少了 這個情況 如果你用玫瑰花是有問題的話 可以試一下用這支的芬衣草花水 因為我都沒有聽過有人用芬衣草花水 是會爆瘡或者敏感的 對 之後的產品呢 也是我經常用的 都說過的 但是我真的又用完一支了 所以我都說一下了 這支就是Ultima II的 膠原蛋白再生水 原價好像是要600-680元一支 我通常都是配搭它 Sogo或者一田特價的時候 有時候會做買一送一的 買一送一我就會一買 可能買兩套 因為正價買我覺得比較貴了 這支的威力也挺大的 因為它是極保濕和極潤的 當我的皮膚狀態非常差的時候 我就會敷它 有時候我自己皮膚反紅或者敏感 我自己敷它都可以退紅退得很快 如果濕敷當然會溶得快一點 如果你不捨得濕敷的話 可以試一下用這支的 我自己就把它放在手上 然後就會拍拍拍拍拍全面 再放在手上 這樣按著 等皮膚慢慢吸收 你會感覺到它 真的有一種滋潤的感覺 還有 是會吸收很多的 還有記得趁特價才好買 不特價的時候我覺得太貴了 不捨得用了 這個就是Ultima II的小黑瓶 為什麼我喜歡用它呢 就是它的保濕效果很強 還有超小滴 已經可以塗勻半面 其實我全面塗的話 基本上是兩滴可以塗勻全面 所以一支對我來說 都可以用多長的時間 它這個做保濕也做得非常之好 拍拍在這些位置 你會感覺到皮膚 真的會塗在手上 是即時漲了 還有 長期用來 毛孔真的有收細的效果 所以 這一支黑漿我覺得 那個威力都真的挺大 只不過太貴了 不捨得再買了 如果有大特價的時候 我會考慮一下 然後我想說的 就是Luvio的這個 Cream Mask 那我也覺得非常之好用 那我自己就 其實比較怕用一些Paper Mask 因為你要計算時間 我敷了多久呢 就要撕它下來 沖水 或者洗臉 或者拍到吸桑胃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Paper Mask 敷得太久 它會時間太長 會抽回你皮膚的水分 敷了就等於沒有敷 或者差過沒有敷的 那我自己就懶了 通常戴在臉上 都不記得時間 因為你一做事 我就完全是 投入工作狀態 就不記得了 我敷了多久 那所以呢 如果 給我選擇的話 我也是會喜歡 敷Cream Mask 多一點的 因為這一類型的面膜 你可以搭上臉 那邊 你就做自己的事 然後到睡覺之前 才要洗臉 都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 懶人用的面膜 就是 Cream Mask 我自己就是一些 皮膚比較乾的人 所以我自己就會選擇一些 很滋潤的產品 去做保濕的 那這一支呢 就符合到我的要求 便宜和夠滋潤 這一支 我已經起碼用第四 第五支 那之前沒有跟大家介紹過 但是 不要緊 現在介紹回 那他呢 都 我沒有試過用到敏感的 用完皮膚呢 都會即時 真的 你感覺到是 補充了一些水分 沒有那麼乾 洗完臉 立刻會 沒有那麼繃緊 和舒服很多的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一點 如果你皮膚是超級超級乾的時候 塗上臉上 是會有一點點 刺刺的感覺 所以就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皮膚是 超乾超敏感的時候 用呢 就要 留意一下 那 既然講開面膜呢 我就 講完這個保藝 我又是 已經完全 用光了 沒有光了 那 他那個 價錢 記憶之中 是 二百多元 就有一大盒 他 550g 他這個 那個 比較適合夏天用 他整個都是 膠狀 來的 如果當你的皮膚有 日曬的狀況 那你就可以用它 來做一個舒緩 和 保濕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保濕力 就不太強 那夏天呢 我通常會用一些 沒有那麼 油膜的 面膜 就會用這一類型的 膠面膜 這一類型的 膠面膜 它做舒緩的效果 是比較優勝的 而剛才我所說的 牙膏狀的 Cream Mask 它做保濕 是 會比較 是會比較 是會被 Gel Mask 看看你自己 有什麼需要 那所以 夏天我就選 Gel Mask 冬天我就會選 Cream Mask 這支呢 就是網友推薦我買來用的 那他這支的 保濕效果 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而且 舒緩也做得很好的 我之前有一陣子 皮膚就比較容易敏感 泛紅和出粒粒 那我就會全面 薄茶敷這個 面膜 就會退紅退得很快 而且 保濕力也做得很足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它價錢相對地貴一些 而且它的尺寸太小了 但它也真的很好用的 保濕和 鋼紅組舒緩都做得很好 會不會回購呢 很難取捨 好用但是 細脂和貴 如果皮膚再敏感才算 然後想說的是一個 我也很喜歡的牌子 我之前的影片 經常都會提到它 就是 SWIZELINE 它也是一個 挺貴的牌子 但是 它的產品 基本上全部都做得很好 我之前用過它的精華水 精華液 精華液 霜霜 還有防曬 全部 我都覺得真的很好用的 但是 價錢實在太貴了 記憶之中 如果你單買一瓶 這些霜霜 也是要 六七百元的 但是 我自己就 會趁有套裝的時候買 這一瓶 它是 它是 intensive lifting 濾霜 濾霜 它的保濕效果是 極強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的皮膚真的很乾 所以我就會 選霜霜 真的要選 一些很濃烈的霜霜 才適合我用 如果你皮膚真的很乾很乾 都可以試一下我的推介 我是在皮膚特別差 以及 很乾的季節 又或者某些狀態 皮膚不好 都會塗它 特別晚上的時候會塗它 塗完之後 第二天我真的感覺到皮膚 摸上臉 是滑很多 因為 如果我皮膚狀態不好 又或者很乾的時候 你摸這些位置 是會有凹凸 會覺得不平滑 但是如果 我用了Swiss Light 這一盒 第二天我起床 摸上臉 感覺真的不同 會滑很多 所以 Swiss Light 是 當有套裝的時候 我必買的 一個產品來的 這一支 這一支 其實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夏天 我一定會用這一支 Long Keep Base 去保持妝 可以長得到一天 但是 冬天 就不會怎麼用它 因為如果冬天用它 就會比較乾 我冬天 都脫妝的情況 不是太嚴重 但是夏天 就會脫得比較厲害 所以一定要用Long Keep Base 不過 大家要注意一點 就是 這一類型的Base 它始終都是比較控油 皮膚正常 都會分泌油脂出來 這一類型的產品 是會比較容易濕毛孔 所以晚上 卸妝 就要做得 仔細一點 卸妝 卸妝 卸得好一點 不然 有機會 卸掉你的毛孔 就會出多了黑頭 和粉刺 所以如果用這一類型的產品 清潔方面 就要再注重一點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而且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懂得說話的人 尤其是對著我鏡頭 我自己就很緊張 不太知道說什麼好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的分享 接下來我也希望自己不要太懶惰 可以多一點跟大家做一些 cheat chat片的分享 因為 除了這一堆我用完的產品之外 我最近也找了一堆雷品 希望下一條影片 就跟大家來一個雷品的分享 這幾個月都買了很多 很有趣 很好用的 化妝品 護膚品 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好啦 我們下次見啦 記得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按讚我的影片 我就會帶點推動力 去再拍更多影片 給大家看的 下次再見 拜拜